除了壓力之外,還有摩擦力 還有比較少所具備的條件 會用到這些原理 大家稍微看一下 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摩擦力的部分 你要去指指信不信要摩擦力 要跟摩擦力 信不信要摩擦力 不信要摩擦力 要摩擦力 所以摩擦力 你指指往後拉的時候 這邊用腳 這邊用坐姿 會有往後 你拉的時候 你會往前 你指指往後拉的時候 它要阻止那個 反抗的那個力量就是 哪一種力量 摩擦力 是不是反作用力 我要反抗它 鋸子的力量那是反用力 對,很好 所以這個會有反作用力在裡面 那你鋸的時候會不會需要用力 那是不是主力 那個就是摩擦力 就是摩擦力 來 你力量要出到多少的時候 鋸子才會滑動 0.1 是喔 之前有學過 之前老師有講過 要超過最大靜摩擦 打來有沒有學過 沒有 你沒有超過靜摩擦 會不會移動 不會喔 它只有 重力跟反作用力 要超過最大靜摩擦 好 你鋸子才會動 力量越來越大的時候 超過最大靜摩擦 它會開始移動 再來變成哪一種力量 靜摩擦完之後變 動 很好 是不是變動摩擦 有 有 稍微我再幫你講 好 變動摩擦 好 再來看一下 這剛剛老師也會講 力量越大 這個 鋸子開始出力 鋸子開始出力 但是鋸子還 會不會動 越出越大的時候 超過最大靜摩擦 這時候會產生動摩擦力 這時候的力量是固定的 動摩擦力 力量是固定的 動摩擦力 這個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所以 所以